各位大家好,今天想和大家溫解合成代謝 如何在圖中理解合成代謝 其實過去的片段也有講過類近的題目 但其實答對比例是47%和44% 如果你是沒有讀化的話,很多時候很難理解這幅圖 所以當中也要講解如何選擇 首先題目是給你一幅圖 就是給你一個藍色線 問你是合成代謝還是分解代謝 如何選擇呢? 我們用這個例子 光合作用是合成代謝的其中一個例子 二氧化碳加水需要光和微調素 然後產生C6H12O6 再加上氧氣 而當中這個你會看到 需要光合作用 因為光是電磁波 電磁波當然充滿了能量 而那些光能怎樣儲存下去 作為食物的化學能呢? 就是需要二氧化碳和水 將這兩種簡單的物質 合成形成C6H12O6 而當中的光能 轉化為食物的化學能 就是這個意思 所以當中 如果我真的要看能量水平的話 其實出現這個 反應物和產物的話 你要留意清楚 其實當產物的能量水平 比反應物大 即是我有理由相信 這個過程就是合成代謝 就是因為產生出來的產物 其實是吸收了能量 所以導致能量水平比反應物高 所以作答這個形式 你真的要留意清楚 究竟如何選擇分解 如何選擇合成呢? 如果是分解的話 其實很簡單 其實產物的能量水平 是低於反應物 即是反應物大於產物 那麼能量水平就是這樣選擇 這是第一條 好,去到第二條 第二條就問你 其實題目一開始 就已經給了一條 藍色線大家 藍色線就是有煤的情況之下 那他就問你 如果沒有煤的情況之下 究竟那個反應物 和那個產物 究竟那個能量水平的變化是怎樣呢? 又要幫大家分解一下 其實你讀的時候 就讀過煤 就是吹化化學反應 和降低化學反應的能量 那個能量 所以其實 你看這幾幅圖的話 答案就是1 第一幅圖的 原因就是什麼呢? 首先第一件事 其實煤很清晰的 這兩個作用的話 其實對於那個產物 和那個反應物 其實那個能量水平 其實是不變的 OK? 不變的情況之下 變是變是什麼呢? 就是有煤的情況之下 降低了能像 OK? 降低了能像 所以其實你應該選擇 第一個答案 你看看其他的選項 其實呢 有煤和沒有煤的情況之下 其實你就會看到一個情況 現在下面的選項裡面 一 為什麼下面的選項 不是呢? 原因就是 反應物和產物 其實那個能量水平 其實不同 所以這個是錯了 而這裡的反應物 和新成物 你會看到這裡的 新成物 就是產物的產物 其實能量水平不同 所以這裡是錯了 OK? 而其實呢 大部分的同學 的選項 他就選了這個選項 那為什麼他會覺得 有這樣的情況呢? 原因呢 你看看在這個選項裡面 其實他的理解就是什麼呢? 咦? 有煤的情況之下 其實 喂 那不是吹化過化粉 那就是有煤的情況在前面 但是 沒有煤的情況之下 就遲些發生了 就是看圖 他們會這樣理解 但是這個問題 真的要重視一件事 其實呢 那個 Y 軸裡面 是說 能量水平的 OK? 好了 能量水平的話呢 真是降低 那個 Energy Barrier 所以你看到 在這裡的情況之下 根本就見不到 煤的成效 所以 這個選項呢 不是答案 是錯的答案 所以去到最終呢 其實你去到最後呢 就是選擇這個選項 OK? 所以 如果你是沒有讀化學的話呢 你真的要好好留意清楚 你要理解清楚 什麼叫做能量水平 這件事 反而真是很重要的 而且 進去 你看到47%和44% 就是告訴你 其實很多同學生 在這一方面比較弱的 那你就要加強理解了 希望今天的分享可以幫到大家 拜拜